本视频由唐司令第92次报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看完久久不能平复心情的电影 金服男杀人事件始末 这部电影的结构很清晰 导演借用金服男杀人的事情 让女主海元发生转变和成长 海元是一名在金融界独自打拼的单身女人 这天她在路上撞见两名混混欺负一名女孩 女孩跑过来寻求她的帮助 海元关上尸床无视开走了 几天后警察告知海元那个女孩死掉的消息 希望海元提供那天晚上的信息 他瞄了眼前的两混混淡淡的说了一句 什么都没看见 并且希望警察不要继续找自己 因为没有有效的指证信息 所以在海元前脚离开警局后 混混们也被放了出来 他们明目张胆在警局门口对海元进行了威胁 海元默默忍受了恐吓 由此看出海元有着胆小怕惹是生非的心理 这个心理能够很好地解释 后来的悲剧他为什么会选择充耳不闻 海元因为工作的不顺 为了换一换心情 他接受了儿时好友福南的邀请 回到外公住的小岛释放压力 此时的福南一在岸边等候多时 见面的时候福南十分激动 还主动帮海元提起了行李 当上的大妈们见到海元 也放下手里的农活 围着海元参观了起来 福南给海元介绍了自己的老公万宗 和自己小叔铁宗 万宗的姑姑这时插上一句话 女人家怎么可以对自己丈夫和小叔直呼其名呢 也是根据这句话 让接下来的剧情变得十分恐怖 看似表面风平浪静 热情浩客的岛民 人数却少得可怜 岛上总共三名男人 万宗和铁宗 外加一名老年痴呆的老人 五名女人 夫男和四位大妈 还有一个小女孩 夫男的女儿小燕 万宗和铁宗是十几年前海啸灾难后 幸存的唯一两位青年 岛上的技术活 比如修五点 都靠两兄弟完成 妇女们就下地中庄稼 看得出来 岛上居民生活十分落后 姑姑和几位大妈都是上一辈的人 他们拥有着男尊女卑的观念 也不足为奇怪 当他们成为寡妇后 就把这个观念 继续危害到福男身上 万宗的大男子主义十分严重 不能直呼其名 不能反驳 不能不听话 有为上面情况的 小子拍拙发脾气 大子拳打脚踢 万宗的弟弟铁宗 影片全程 没有一句台词 但是所作所为 令人发指啊 岛上没有女人释放信誉 嫂子福男早就成为他的工具 并且还得到了拳岛人的默许 以上种种行为 成为了福男的噩梦 逃出这个岛 是福男唯一的愿望 海员来到岛上 住到了自己外公的老房子里 一日三餐 都是由福男提供 因为岛上没有洗衣机 福男主动把海员洗起了衣服 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 仅仅是因为海员小时候 承诺过福男 带他一起去首尔 也是这句承诺 支撑着海员 继续忍受着这种非人类的生活 海员是福男 逃离这座岛的唯一希望 但是他也是个脸皮薄的人 他只想等海员主动提出来 但是他现在等不了了 因为他发现 老公万聪 不仅当着他的面 和X女趴趴 而且在他的口袋里 找到小燕的内裤 倒上一位年轻女人不多 让他将魔爪伸向了女儿 为了救女儿 福男跟进海员 带自己和女儿离开 海员起初并不情愿 因为他刚收到 被公司炒鱿鱼的消息 加上前面说过 他怕惹是生非的心理 他说 等他回到首尔后 再来接母女俩 怕就怕这句话 和当年那样被海员遗忘 福男退而求其次 恳求海员 哪怕只待女儿小燕逃走 也好啊 无奈之下 福男告诉海员 女儿和万宗的事情 海员的心里 再次选择了逃避 他说 福男在撒谎 虽然他还特意去找了小燕 在孩子脸上 看出了这件事不简单 福男请求被海员拒绝后 第二天就偷了万宗的钱 但是小燕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跑路 从母女俩路上对话走吃 这不是福男第一次逃跑了 但是一看电影进入条 并未成功 还记得看头 送海员过来的运输哥们 他和万宗是一边的 用数钱为由 耽误福男出发时间 福男被万宗抓了回来 免不了一场毒打 姑姑和其他大妈在旁边 拍手叫好 只有女儿小燕在极力阻止 为了阻止万宗继续打福男 小燕被万宗一把推到石头上 磕死了 福男万念俱灰 瞬间崩溃 警察伦书来到了岛上 村里除了不说话的铁宗 和老年痴呆的老人 四位大妈和万宗都在解释 小燕是意外摔伤 伦书问了问福男 福男情绪失控地 从牙府中蹦出万宗的名字 被运输哥给反驳了回来 这时海员来到了庭院 伦书又问了问海员 有没有看到当时情况啊 海员说 嗯没有 这句话就像是压死福男的 最后稻草 让他泄下了最后一口气 小燕的死 对福男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曾将希望寄托在海员身上 可求着自己命运的改变 当后来 万宗和女儿的事情发生后 他已经降低了标准 救出女儿是他唯一的愿望 海员未伸出援助之手 也忍了 那他却自己带着女儿逃跑 但却丢失了女儿性命 多年积累的委屈和欺辱 以及女儿死去的打击 让他终于失去了理智 他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了 那天 万宗和铁宗出海后 他拿起炼刀 杀死了三位 喜欢看热闹 吃不吃冷嘲热讽的大妈 还杀死了天天拿男尊女 悲观念束缚他的姑姑 等到万宗和铁宗的回来 偷偷来到铁宗身边 干掉了对他毫无戒备的铁宗 最后还干掉了万宗和运输哥 期间的复南并非一路开挂 也遇到了很多阻碍 但是因为内容选心 不做详细介绍了 那么海员呢 海员目睹了复南的杀人过程 他早就已经吓得不清了 为了逃命 他不惜最后站在了万宗和运输哥这边 这让复南不再顾忌 往日勤奋 对他也动起了杀意 所以当复南好不容易逃离小岛后 也要找到海员 抢他杀死 通过复南回忆才知道 他对海员的杀意并非一时产生 先是自己希望破灭的失望 再是女儿死的那天 海员明明在现场 但是在伦叔面前做了伪证 最后是意想不到 他居然还帮运输哥逃走 一上种种 让复南觉得 海员这个人太不亲切了 但别忘了 海员才是女主 而且这是个悲惨的故事 复南并没有杀死海员 他被轮叔给击倒后 被海员给插死了 工具是他们当年 建立友谊的那只笛子 影片的最后 海员回到了首尔 如果说复南的死 让人十分心痛爱 那么复南的死 对海员的影响 应该就是 他最后主动来到了警局 指出了那天晚上 证实那两位混混 打死女孩的事实 或许 经复南的事情后 海员胆小害怕 惹是生非的心理 也逐渐得到缓解吧 海员的形象代表 就是普通人 或许我们看的时候 对他行为深恶痛绝 但是换作在自己身上 大家的选择 未必不是和海员一样 为了自保 一味选择 充耳不闻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动动你的小手 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 有见有散 有见有散